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了,怎么能够错过呢? 爱吃龙虾的人如果认真起来的话,一斤接着一斤吃,谁都拦不住,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? 今天呢,懒妹儿就给大家带来了一道腊卤小龙虾。 这样做出来的小龙虾特别的入味,好吃到让你刷手指停不下来哦。 水烧开之后,放入洗干净的小龙虾,炒一下水。 等小龙虾的虾壳变红,我们就可以捞出来了。 从虾尾巴处剪上一刀。 锅内倒入红油。 倒入和红油一样量的菜籽油。 油烧热之后,放入生姜,小葱和洋葱炸制。 之前呢,我其实已经跟大家分享过,十三香,蒜香,椒盐等等十多种口味的龙虾做法了。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。 炸到锅里的葱段,洋葱变黄捞出来。 放入花椒,红干椒,桂皮,八角,香叶,山楂,橙皮,小茴香,甘草,白芷,凉姜。 我们把它炒出香味,再加入几粒冰糖翻炒。 倒入一大勺的辣椒粉炒匀了。 往锅内倒入适量的清水。 放入一粒浓汤煲调味。 然后加适量的盐。 倒入一些生抽。 加一点蚝油,搅拌均匀。 等锅内的卤汁烧开之后再煮上十分钟,把香料煮出香味来。 随后倒入超过水的小龙虾。 大火煮上五分钟之后关火。 把小龙虾继续浸泡在卤汁里面。 泡上半个小时之后,小龙虾就很入味了。 一道麻辣入味的腊卤小龙虾就做好了,特别的好吃。 快收藏,做起来吧。